主席 張部長還有與會各部會列席首長 是不是首先 請交通部的范次長 還有內政部的林次長 好不好 范次長 林次長 請 兩位次長 因為我們都知道昨天在北捷 發生那麼嚴重的一個流血事件 而且是在捷運車廂裡面隨機殺人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這種現象過 造成人心惶惶 當然我們第一個要呼籲說 所有在車廂裡面的幾乎人手一機 很多都在滑手機變低醜足 當發生狀況的時候 他們周邊的人其實很多人還是不清楚不了解 甚至於沒有警覺到說趕快去 按捷運裡面的這些緊急的按鈕 通知捷運警察都沒有 那你像交通部不是除了捷運以外 包括這個鐵路 甚至於包括機場 這些都是公共場合 而且我們看到最近一連串 包括那個綁馬尾的那個刺客 他那個拿針去戳人家 過去也有 那這個有一點跡象 那這一次你看 這個在公共場合隨機殺人 我們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怕治安傳染 那你們認為應該要怎麼去杜絕 那個我先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這個發生在北捷這個事件非常的遺憾 那基本上呢我想我們昨天也做了一個檢討 第一個就是在警力的這個這個部分 我們在沒有辦法增加言論之前 我們也有要求捷運公司高鐵台鐵 甚至客運業 這方面能夠請嚴謹加強它這個巡邏的密度 那另外就是在整個戰車應變的部分 確實有值得加強的地方 像剛剛委員提到的 使用這個緊急按鈕 這個但是這個實際要 要多宣導啊 因為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這個結果也沒有人去看 大概大家都緊張啦 過去從來沒有這種狀況發生過 但是你沒有發覺說 其實他是有跡象的 像你那個鄭傑這個學生啊 他是有跡象的 事前在網路上他就有透露一點點訊息 那這些人幾乎都是反社會性格 那我認為 你像事前怎麼去杜絕怎麼防患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學生也接受輔導啊 齁 那這個警政署在這方面 你們有沒有什麼作為啊 內政部 林市長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事情發生以後的話呢 我們內政部目前已經經過 台北市政府向內政部請求協助 我們已經增加80名的這個保警的這個人力 給台北市讓他台北市警局來統一調度 同時的話呢 我們也已經規劃就是說 讓這個各個戰區的 轄區的警察局的話呢 也要把這個 戰區的這個 也是列入他的巡邏的地點 也就是說他必須到戰區裡頭去巡邏 而且要進到戰區裡面 或者我們就是採取一個是增加 建警率同時增加一個轄區警力 來讓他做雙重的交替的這個增加的警力 那同時的話呢 我們為了委員剛剛也特別提示的說 在整體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同時也為了在整個公共安全 跟大眾交通工具 怕有所謂的這個學習效應 所以我們已經通令 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警察局的話 要加強各個公共設施 跟這個交通工具上面的 這些安全的治安的預防 那同時的我們也在這個捷運的 同時在捷運警察的話 也會提高他在這個隨車的 這個上面的巡邏的次數 因為這個公共場所很多 那我認為說 其實這些反社會性格的 事前都有一些徵兆 他透過網路 甚至於從裡面的內容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說 他可能將來 你像這個人 他根本這個價值觀有問題 他要做一個大事 那你做大事結果他是 怎麼去殺人 這個叫大事啊 你今天做大事是 做怎麼對國家有貢獻的 這個才穿大事 結果他這個腦筋有問題 價值觀有問題 造成說做大事是 在公共場合上面 隨機可以到處去殺人 然後造成40 20億輕重傷 你說這個多嚴重的問題 對不對 我認為警政署在這方面 你們要去加強要求 那甚至於要求各派出所分局 在這方面在網路上面 有問題的 怎麼去把它杜絕 怎麼去防範 怎麼去防範未來 這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呼籲政府 我認為這個案件要速審速判 以正社會視聽 你們同不同意 這個部分事實上 在第一時間 院長也已經指示 說我們內政部 對這個犯罪的動機 跟相關的資訊 要立刻來收集 那我想我們在檢警的部分的話 我們警察單位也會配合 檢盜單位來盡速 對這個案子 能夠有盡速的偵辦 對不對 這個要是沒有去訴審訴判 你說社會真的是人心惶惶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甚至於你說 他昨天好像提到什麼人權 這個還有人權可言 你可以拿個刀子 兩隻刀子到處殺人 甚至於很多會死聯盟 昨天在網路PTT上面 就很多人 說你再出來 這個人該不該死 對不對 你可以到處殺人 在公共場合上面 做這種事情 所以說我認為政府要有作為 今天 這些要是沒有做回的話 我怕未來就是會 像變成治安傳染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好你們兩位請回來 我請那個張部長 前部長請 林委員好 部長 我講中央銀行 第一季這個金融淨流出 就有達到129.5億美元 那以連續三季都超過百億以上 那保證這個資金一直在流出去 總共15季 15季差不多4年 60個月 那這個下來 15季差不多 這個15季下來 有1290億美元流出去 那你認為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是台灣投資環境不好還是 還是認為這些有跑到這些錢跑去哪裡 跟委員報告資金流出那個結構是需要分析了 到底是對外投資的增加 對外貿易進口的增加 還是說對外資產或者是 委員講的就是資金外流 那個 部長 1290.6億的美元幾乎差不多4兆台幣 4兆台幣 那這4兆台幣流出去 當然 是不是因為我們有很多法令的限制 導致這些資金沒有辦法留在台灣 這個來這裡運作 還是因為爛頭寸太多 結果他們來台灣沒有什麼 這個投資的標的 造成說他要流出去 會不會這種狀況 我剛剛講的要再進一步分析 如果是對外投資的增加是值得鼓勵的 那也是國力的增強 所以要看原因 我想這個我們再來研究 但是政府推動很多公共建設 當然是希望說藉由這些來 投入公共建設的投資 但是目前來看 不多啊 不多啊 你要是跟市照比較起來 我那天看了一些報告資料 才600多億 今年度啊 才600多億 那個杯水車薪啊 那你銀行資金那麼多 結果這些都沒有辦法去發揮 那我們現在 我上次有跟部長提過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社會的問題 你包括青年住宅 他為什麼說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我們知道都會區裡面 對不對 這個房子都很 價格很高 所以說 財政部才一波一波的下來 調稅 其實這些齁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解決的方法 方法之一啦 對 社會住宅 供給面就是社會住宅要增加 對 你要是你就知道說供給面要增加 供給面增加的話 其實齁 現階段來看 你蓋兩千戶三千戶 我上次去考察盧州啊 盧州那個合一住宅 結果那個很多人去抽籤 根本就抽不到 需求量很大 那其實都集中在都會區裡面 那我上次 其實我到總統我去跟 面見馬總統的時候我跟他建議過 你就是要填海造地 然後蓋一些住宅 這些住宅你要蓋好 而且這個價格要低 把捷運拉過來 淡水啦 盧州捷運拉過來 你像 我最近看那個媒體報導說 未來啊 我們那個火力發電廠還要在 這個 那個 巴黎這裡齁 還要在填海造地 那既然可以填海造地 你也可以造住宅啊 對不對 也可以造住宅啊 你造個十萬戶 我相信問題都解決 而且是政府的得證 你給他30年的低利貸款 而且 我給他算一算 要是成本加上 一點點利息 也只不過一瓶十五六萬而已 三十幾瓶 五六百萬年輕人買得起 錢又拉過來 你有錢的去住豪宅 這是供需面的問題啊 那個部長 你認不認同嗎 我認同就是 供給面要加強啦 對啊 政府大概也不知道 那你一次蓋幾千五幾千五 那個根本就被水車薪 根本就不夠嘛 對不對 結果 這個 根本就 你看 這個為什麼說 年輕人結婚不敢生小孩 主要就是 他看不到希望嘛 兩方面一起來搭配啦 一方面意志不當的需求 二方面增加供給 我希望說 這個真正去解決問題 然後幫助年輕人購物 就像低利貸款 這些多方面錢 你國產署提供十幾塊土地 只不過是蓋多少戶而已 那你真正解決問題就是要從這裡所守 你填海造地 新加坡就是我們活生生的例子 可以讓我們去 去做我們的參考 真的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